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杯呢 点的是橄榄白酒 闻香气有一点水果味的回甘 和轻微的昏烤香味 那入口之后呢 感觉 哇 肚子里边一团火 酒精度应该是在50度以上 第二杯呢 是鸡血藤白酒 鸡血藤是一味中药材 颜色是三杯里边最深的 香气呢 比较柔弱 还有点轻微的药味 第三杯呢 是沙仁白酒 沙仁同样是一味中药材 它的药味呢 比较浓 还有点薄荷的麻味 入口之后呢 会感觉比较苦 你有没有喝过这种滋补的中药白酒呢 Ladero 你觉得我是干净的 是吗 还是什么 在店里边上 这家客人说的 对不起 大家应该去吃吗 这家客人说的 这家客人说的 是吗 这家客人说的 是吗 这家客人说的 128 店家非常良心 这款法国酒的香气非常棒 它是果味和橡木桶的味道都兼备 在这种餐饮店 其实可以卖到200多块大洋 小姐姐朝我走过来了 感觉有事发生 要与我喝焦杯酒 我第一次没经验 老铁门是你 你会选择喝还是不喝呢 山野部落的菜 装盘十分有特色 多数是用竹筒装的 鲍鱼肉质新鲜 微辣 马肉菜 酸口的 就是酸菜炒马肉 卡叶红豆 入口酥脆 茶叶煎蛋除了油一点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道凉拌肉推荐一下 符合大众口味的审美 手抓饭 每一块口味都有所差异 色子油光秤量 强烈推荐哦 酸鲜的味道 可以尝一下酸鲜 过去用代替研发的 以上就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say you la la